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四处逛逛 很自然风光 对 那张峰英老师 我知道您在影视剧作上面 创造了许多硬汉和帝王的这种角色形象 那请问您是如何练就这种很大的气场 很强大的气场的呢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也可以这样 是吗 是一种阅历的沉淀 以及一种对经历 对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感悟是吗 对 那您对于一些想要进入演艺圈的一些学生们 或者是一些后生们 您对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就是自己努力了 多看书 多学习 最好是经过专业的学校学习 然后呢 多感受 感受这个世界 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感受事物 多注意自己的感受 多用自己的听觉 嗅觉 用自己身体感受这个世界 世间万物 这样才能演好戏